但是不管国内还是国外 国外现在集体正在向右倾 又开始打倒女权主义 但是好在缺解生活的国家 西班牙女权正在抬头 经常feminismo 缺解非常娇光荣的在这个国家里 自豪的称自己是feminista 但是大环境还是非常惨淡的 不管是中国国内的 还是什么美国的这个灯塔国 等等等等以美国为首的 她还是比较惨淡的 这个女权是非常惨淡 能说缺解讨论这些话题还有意义吗 尤其是对着说中文的这些网友们 缺解还没有用外语来开一个频道 等到缺解的外语流利自如成 这个中文的这个程度的时候 缺解会开多一种的这个频道 像其他一种的网友们也传播缺解的这个女权的思想 缺解也在闷心滋味啊 大环境是不好 船已经开始沉了 船上发生的恩恩怨怨还有必要计较吗 但是缺解今天可以非常肯定的 答复广大网友们有意义 有必要 谁也别想一笔勾销 我是一个就是缺解是一个连看死都要看体不体面的人 就是往更宏观的方向来说 地球人所有人都在走向死亡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意啊 作为生者和死者的尊严 所以那缺解呢 就唾弃啊 被沉船上的男人 制成了脚垫肉桥 救生船 棺材的这些昏驴娇妻们 是你们的助纣为念 你们的为调作伤 造就了男人的猥琐欲为 肆无忌惮 来践踏你们 然后你们反过来骂你全 见不见呢 用无经的话来说 见不见呢